老娘錢不夠給我錢 這個月是你清潔 然後我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要表示一下 要這麼喜歡就對了 因為我的寶寶 有了今天 我就把它全部變成美國的寶寶 然後我就讓它鼓勵 你的價值絕對遠遠不如 你現在 你現在可以得到的東西 沒錯 自己趕快去找我老公 身為媽媽永遠都有學不完的事 歡迎收看Baby Home 網媽養成班 我是加芬 今天邀請到的專家來到現場 是我們的壽司媽媽 哈囉 大家好 非常開心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Baby Home 跟大家分享 有關家庭理財的問題 沒錯 我們這個網媽養成班 就是希望能夠 邀請更多的媽咪們 跟我們一起探討 更多的議題 跟更多的面相 在陸續後面的節目內容 當中呢 還會推出的影片 包含了夫妻關係的經營 這也蠻重要的對不對 沒錯 還有親子教育啊 親子理財啊 甚至有一些手作的課程 還有這些網媽們 很喜歡很在意的 如何拍攝影片內容 都會一定推出給大家 那麼在今天 我們要聊的是 錢 其實夫妻喔 人家說 談錢傷感情 但我個人的經驗跟理解是 我覺得 不談錢更傷感情 沒錯 所以要怎麼談 有技巧的 夫妻之間 該怎麼談錢 然後由錢延伸到家庭當中 要怎麼理財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剖析 我們兩個家中 跟老公之間錢財 要如何分配 對不對 是 好 首先我們先來聊一下說 收到的錢 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跟小孩有關 大家會覺得說 不生小孩就可以有更多的錢 讓自己就可以享樂啊 什麼的 那我先說 不管錢的話 壽司媽媽 你如果不要理錢 你會想要生幾個小孩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想要有兩個小孩 但目前是一個小孩 這樣子 所以你還有就是陸續規劃 希望能夠有二保這樣 對 沒錯 好 那我個人的話呢 就是不要管錢的話 我還是會想要生三個小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孩家人會看到這個影片 所以我多說一個也不是 少說一個也不是 蠻愛妳們喔 所以我還是會想要生三個小孩 是是是 好 這是開玩笑 如果不管錢的話 我大概會想要就是 兩個差不多 嗯 對 因為我後面兩個是雙胞胎 還是意外 OK 對 所以就是 欸 原本是希望兩個 就突然變三個了這樣子 好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生太多小孩 會跟拖垮家裡的這個經濟 有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個調查 就是有一個數據調查就是說呢 大部分的民眾啊 如果說在投票當中 他們希望大概最多人選的是 希望大概也是一樣 跟壽司媽媽一樣 是生兩個小孩 對 這也是大多數 大概有這樣幾半的民眾 是這樣子 欸 這樣子剛剛好 因為據傳生一個小孩 要花費的費用 大概是六百萬元 你覺得值嗎 太少了吧 我也覺得太少 對啊 我覺得一定超過六百萬 對 絕對超過六百萬 對 而且我覺得如果說 六百萬能夠解決一個小孩的話 我跟你講天下太平 重點是解決不了 沒錯 還要超很多很多的新 對不對 是 那我們先請教一下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家裡面很機密的 一些開銷啦 什麼分配 開銷分配的話 大概小朋友 大概會佔你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然後另外三分之一 其實就是有關於房子的部分 有關於房子的話 隨便去相關 因為我覺得 如果生活在北區 其實在台北區的話 其實房子的開銷是蠻大的 那如果說不租房子 要買房的話 其實每個要償還的 代價費用也是蠻高的這樣 那我覺得在這一塊 其實是每個家庭都需要去好好解釋一下 你們家的房子的支出 是不是佔了你們家超過三分之一 因為如果超過三分之一 其實就對每個家庭來說 都是一個蠻沉重的負責這樣 那後面三分之一 其實就是有關於 整個家庭啊 有關自動機啊 玩樂啊 互相作物等等的開銷 所以我們家的陪大人 就是三分之一才能負責 那你跟你先生以後 有一個公共的帳戶 或是你呢 怎麼配你們兩個的 收入跟開銷 我們兩個的收入開銷 其實是有一個 我們叫做家庭的基金 那這一個基金它其實是 我們夫妻其中一對人的 本來的帳戶 那這個帳戶呢 其實就會作為 我們日常生活開銷所使用的錢 那因為我跟我先生是雙親子 所以每個月的時候 我就會把一部分的錢 挪到老公的那個家庭帳戶裡面 然後用那一筆錢 作為家庭的開銷 那老公呢 他也會把它一部分的 剪剝進這個系統當中 我們剝進的要分配多少錢 在裡面其實是 我們會去計算去年一整年 我們到底花多少錢 然後平均在每個月和大週 那我請教啊 因為我跟我老公是沒有共同帳的 對不對 所以 因為我們生活周章 也很多人是有共同帳的 也就是夫妻他們有共同帳的 那我跟我老公就會很疑惑 一個問題就是 假如今天信箱打開 我拿到了這個水煉杯的帳戴 那誰要去找 都可以啊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真的去做 創立一個共同帳戶 就是兩個同名的 跟隱藏閉的帳戶 是用我老公自己的帳戶 做我同家的共同帳戶 所以呢 我們家是有記帳的 那如果是我投進去的錢的話 到月底的時候 老公就會結算一筆錢 也是我這個月花的錢 然後他就會再把那筆錢 配回來給我 哦 對的 因為老公是不是會 有節日會 遇到節日會多貴嗎 呃 沒有 哈哈哈哈 因為就是你知道 就是老公老婆之間 就是談那種錢 總是會比較你知道 因為比如說像我之前 你媽媽好了 就是有一些像我媽媽 就是在家裡面帶小孩 但是你知道 有時候就是跟人家 就是說要拿錢 所以就會不好意思 那 那以夫妻要怎麼談錢 有沒有什麼技巧 跟說話的方式 可以來跟老公說 這個月能不能夠就是 多一點舒服在我的障礙裡 要怎麼樣開口 其實我覺得男生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猜不到女生到底想要講什麼 沒錯 對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女生呢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直接講 名講 比如說你就說 老娘錢不夠給你錢 這個月是母親節 然後我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要表示一下 要這麼直接玩就對了 我是不是太直接了 我覺得還是要看 超方的個性啦 如果你是一個全職媽媽的話 其實你 你反而更應該勇敢 你不開口 因為如果你不是在家帶小孩 你是出去外面賺錢 然後呢 你的小孩要找一個保護 其實他可能花費的錢 是低勞工 遠遠想不到的那樣 其實你是身兼多職的 你的價值 你絕對遠遠不如 你現在 你現在可以得到的東西 沒錯 自己趕快就是轉給我老公 就是我們還身兼了保護 還身兼了打掃 家政婦 還有各種才能 其實這些都是 很零碎 但是很重要的工作 沒錯 因為我們家就是 我跟我老公是沒有共同帳戶 就是因為我跟我老公 真的就是戶股型的 他是比較謹慎 然後他會去就是 算出家裡的開銷啊 什麼的 那我本人是比較大啦啦的那種個性 我們兩個應該是比較大啦啦的個性吧 但其實我們家的錢都是我在算的 就包含我跟我先生剛結婚的時候 我全部 我把我們兩個所有的保單 拿來研究一番 就是我還有登記 比如說老公買了多少錢的壽寫 多少錢的意外寫 然後哪些錢是還沒有繳來的 然後包含我們每一年 每個人大概要繳多少保費 那有些保費是自然費率 他每一年會變貴嘛 然後我還去計算說 繳到幾歲的時候會 之後就不划算了 就要停掉 從豆上好 你老公也娶對老婆了吧 我覺得這幾個小時我老公看到 他會覺得我就是 愛花錢的女人欸 因為我完全不會去計算這些有什麼沒的 我覺得花錢是女人的天性 但是如果你會預期到說 你未來需要繳多少錢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會擔心 那你們會去規劃比方說 小孩子以後的學費啊 或者是說他們的教育費啊 你們會不會花這一塊嗎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沒有特別幫小孩子存教育費 原因是 因為我們使用政府的育嬰津貼 加小朋友出生之後 我的老保育兒津貼 我就把它全部變成美國肚票 你拿去好像是不一樣了 當小孩子承認的時候 就會是他的肌財 我沒有花一毛錢 不用政府的錢 幫小孩子賣一賣賣股票 我覺得我們兩個就是一個對比 因為你就是非常好的示範 然後我就是一個很反差的例子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所以政府也是有給我一些育兒津貼 我就是拿去買東西 就是買一些家用啊 或者是去買菜啊什麼的 我是不是應該拿去買股票啊 拿去買股票啊 為什麼拿去買股票啊 然後家用去叫老公來分擔 沒錯 對 至少我應該要學起來 那說到投資 那壽司媽媽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就是有一些投資的學習啊 或者是投資的規劃 有沒有什麼可以建議給正在收看影片的媽媽們 我覺得如果是只有純含投資的話 其實媽媽們應該要先去思考 你比較適合怎麼樣的操作 因為比如說有些人他喜歡享受那種刺激嘛 他喜歡充短線 可是那種你可能就要盯盤啊 然後你可能要承受一天可能上下波動非常的大 心臟夠大 那如果說你的個性是屬於那種希望穩健型的 然後你希望錢進去之後 你可能五年十年你才會需要用到那一筆錢 你不急著讓它慢慢變多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可能反而適合穩健型投資 比如說是像ETF啊 或者是投資一些已經發展很穩定的公司 然後讓公司在獲利的時候 他會把他的獲利分給你 就是風險相對小一點點的投資 是蠻不錯的入手款 那有一些新手的投資手他會有一點就是 你知道心驚驚 那怎麼辦怎麼跨出那第一步去投資 畢竟要把錢拿出去 就是會有一點無鋼 在投資前有沒有什麼理財規劃 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的 其實我覺得在投資前的理財 這一步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根本連自己的錢 分散在哪個地方都不是很確定的話 其實你要把錢拿出來投資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點怕怕 你根本不知道 這在你的錢裡面占的百分是多少 所以其實在我跟我先生開始投資之前 我們有進行了三個理財的步驟 那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去盤點了我們所有的資產 包含我們現在手上的現金啊 投資型的 假設你有儲蓄型保單的話 儲蓄型保單也算 然後一般的保險也算 然後還有信用卡貸款等等 我們把它全部都列點出來 然後知道每個項目有多少錢 這個步驟我覺得叫做 就是你要搞清楚到底你有多少錢 這是第一個步驟 那第二個步驟其實是我建議你們可以去 看看你們在一個月或甚至一季 到底花多少錢 大概啦 因為我覺得真的要非常詳細的列出 到底花多少錢其實很辛苦 那你如果能知道 你一個月花費的比例是怎麼樣的話 你就可以跟我一樣來規劃 就是家庭共同賬戶這個部分 那其實呢 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分離帳戶 那它的意思就是 我們把每一個戶頭呢 專款專用 其中一個戶頭可能就是生活費支出 一個戶頭呢 就是投資的支出 那可能有一個戶頭呢 是你要完全是拿來存東西的 比如說像我們家就會有一個 夢想基金帳戶 那這個錢呢 就是去存你們希望在這個家庭 可能三年五年規劃 你們要有什麼樣的夢想 比如說你就可以拿來存同期款啊 你就可以發現 在家裡面雖然可能 兩邊的收入沒有到非常非常多 但是小小的夢想 中等的夢想 還是有辦法一步步的去完成 那我要再另外問一個題外話了 如果說壽司老媽 你想要買一些奢侈品啊 或者是有一些你知道 拿在手上還沒有那麼多 了解 你的先生會不會就是 你知道 給你一些建議呢 不會我花我的錢 對我剛不是說我有一個共同帳戶嘛 共同帳戶以外的錢就是我自己的錢 所以我可以自由去選擇 那筆錢我要花多少錢拿去投資 多少錢我要存著用 多少錢我要去買東西 那如果反過來說 先生如果要買一些奢侈品的話 你會給他一些建議嗎 不會我就不管他 他想要換手機就換手機 反正是他的錢 我覺得這樣不錯欸 對啊我覺得這樣兩邊都會很有自由 不管是像壽司媽媽 就是你們兩個夫妻是有共同帳戶 然後有好好規劃 對人生非常有方向的 或者是呢 像加分主播這樣子 人生沒有什麼方向 家裡面的壽司呢 也是老公這邊在掌管的 這種比較迷迷糊糊的個性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就是夫妻倆 找到你們最舒服的相處之道 我覺得就是最好的方式 對不對 好今天呢 就是探討夫妻倆在家裡裡面 對為錢煩惱啊 為小孩子煩惱啊 那麼到底該如何規劃 錢這件事情 然後怎麼樣談錢 才不會傷了感情又傷了樂器 那今天的節目呢 就到這邊 那麼後續還會有很多精彩的內容喔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收看 我們的Baby Home 網媽養成班 也謝謝壽司媽媽囉 謝謝 掰掰